一 二 三 四 五 什么声音 人形钟鲁石你见过吗 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无底天坑 相传偶尔半夜会发出怪声 有手天到白夜的 白夜的天到那个天坑人发出怪汗 曾有老人见到洞口有龙形怪物飞出 当地人称母龙天坑 我们受邀前往一探究竟 万万没想到近在深处遇见了震撼心灵的 罕见奇观 这时候呢我们来到了这个母龙天坑的坑口 可以看到这个周边的植被非常茂盛 起了大风啊 刚才还一点风都没有 这时候我们丢了几个石头 它起了大风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一 二 三 四 五 感觉下面伸多到平台上 在拴这个绳子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旁边发现了一株乌头 这个是有剧毒的 大家在野外看到了千万不要误食它 这个是草屋 下面长得像个洋院一样 在村民的注视下 现在做好了保护站 打好安全保护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 这个就是母龙天坑 你这里看下去呢 是一个漏斗型的树井 下面有一个漏斗 非常的深邃 做好了双脸保护站 准备下降 从那个位置降下来了 我在这里又做了一个保护站 我们看下面 依然是非常的深邃 我们继续下降 从那个上面下来 就只能看到一点点光了 然后再看这个石壁 哇 如盘龙柱一般 然后再看这个下面 咱们在这里 发现了非常多的这个动物骨头 小伯伯 这里是一头大野猪 这个下面并不大 可能十多个平方 然后在这个角落呢 发现了一个动道 这时候 鲜骏已经进去了 我们紧随其后 下去一个岸究竟 看一下这个裂缝究竟通向河缝 进来之后了 这里马上又是个竖井 现在行军椅正在往前面探索 洞壁上面有特别多的这个罩码 下来之后洞道变宽了 他们也过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旁边是一条走路的 看到没 就是我脚下踩的这一条 继续前进 依然是有棕榕石的存在 有可能在远古时期呢 这个洞穴里面 曾经是被水弥漫起来了 哇 好大的洞枪 看 阿智和向阳站那个位置 很大的洞枪 而且上面有很多蝙蝠在乱飞 看一下前面是什么样的公主 哇 好大的洞枪 这可能 可能有几十万立方的容积 那下面有一个云盆 从那个洞顶上面有水流下来 大家看这个上面 这种蝙蝠形成了一个鱼嘴 这个虽然没有广西白色的那个漂亮 但是也还是可以啊 不过很可惜的是呢 上面已经没有了水流 哇 这个景色漂亮 像一把巨箭一样 看见没 哇 非常的好看 而且这个水呀 特别干净 继续前进 我已经站到了这个巨大洞厅的正中央 我们可以环绕一下四周 现在是三万四千流民的强光手电 依然是打不进这个洞枪的所有风景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上面悬挂的有中乳石旗 这个洞顶以洞底的高度呢 差不多是三十来米 非常的震撼 而且那里有一个巨大的中乳石曼 这是非常漂亮的啊 它是常年的鱼啊 这个洞里面 洞壁上面渗出来的水了 经过这个地形的引力 这样倾泻而下 然后里面的钙美粒子呢 一层一层的堆积 可能每一千万年就生长那么几毫米 几厘米 哇 这有一种原始洪荒的感觉 这里看上去 是不是特别壮观 现在我的队友他们在那边啊 我们去这个中乳石的后面看一下 有没有通道 队友离我已经超过了百米的距离 只能看到他的电筒光了 好大呀 这个空间是一个从来没有影像资料的 这样一个地下秘境 在阿兹的正前方 有一根石柱 好事 金箍棒 怎么了 有这种场景 哇塞 天呐 嗨 大家看 这个中乳石长得非常漂亮 我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它的震撼了 就是这个石头 真的非常非常的形象 比如像一个妈妈抱着她的小孩子 正在哺乳的这样一种场景 这真的是大自然造化神奇 这里是头啊 它是面朝我们这边的 这边是它的背 穿的是一个苗祖服装 这个蓝色裙子 这样一种感觉 然后是双手怀抱着银耳 然后还有头饰 哇 这看着太神奇了 好形象啊 上面的中乳石也是非常好看的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像蘑菇一样 看这里像蘑菇 也有一点像水母 像林芝 看这上面 中乳石齐石蔓 这个像不像 那个青铜神树啊 就是像然后面的这一根柱子啊 非常的漂亮 周边查看了一下 是没有别的动道了 我们准备原路返回 并没有发现老人说的这个龙的踪迹 但是中乳石非常漂亮 咱们在返回的途中呢 遇到了这些散落一地的陶瓷罐 这个应该是母龙天坑上面丢下来的 最后有水流了 带到了这个洞道深处 看这里是这种碎碗底 还有陶瓷碎片 这边呢 还有这种比较完整的青花碗 这个看起来时间已经非常久远了 那本期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